美国航母选的航道不错 现在是中国的了 据菲律宾媒体发布的消息称 有渔民在巴勒巴克周边水域 发现了中国海军055的踪迹 这件事性质很不一般 首先是巴勒巴克这个地方不一般 从地图上就能看出来 这里是文莱和菲律宾的交界处 西边是苏陆海 东边是南海 第一岛链上的移出关键枢纽 美军过去派舰船跑到南海赖着不走 给菲律宾撑腰站台 经常就会取到巴勒巴克旁边的航道 其次中国出动055 这件事情很不一般 中国的万吨大驱 如果骑装满园 骑火力 说灭国有点夸张 但摧毁某个城市规模的目标 还是绰绰有余的 打击航母舰队 更是一打一个准 之前美国航母跑到中国周边袖击中 中国的反制措施就是出动055 给予威慑这样的国之重器 出现在菲律宾的周边 威慑的意味不言而喻 最后就是这次055 是菲律宾愚民发现的 非政府根本没有追踪到 菲律宾和美国之间是有共同防御文件的 双方的信息合作也非常深落 这次没有做出追踪和预警 大概率不是因为不想 而是技术条件没有达到 这三个不一般 只像一个共同的结论 中国现在已经完全掌握了南海的局势 那些打招引入余外大国 比自己目求不当利益的小算盘的骨结 晨早还是死了这条心 不要自找麻烦了 中国055 现身巴勒巴克至少打成两个效果 第一个效果 给肖马克思政府敲响了警钟 前几天的人眼交事件中 菲律宾一犯常态 不再出动海警力量 而是命令武装部队出手 释放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升级讯号 当然这次肖马克思的升级企图并没有得逞 反而是被中国当头给打了一棒 相信飞方会长记性 记住这次教训 第二个效果 巴勒巴克是连接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之间的重要海上枢纽 美国想要炒作南海一体的时候 经常派舰艇经过这里跑到中国的加门口闹市 在菲律宾这次行动之前 一致在南海赖州不走的罗斯福号航母 就是航经巴勒巴克周边水域提前跑路的 美国航母跑走了中国的055开进来了 中国现在就是用实际行动告送全世界 美国选的航路不错 现在是我的了 随着中国海军海警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过去美国遏制中国用的每一个抓手 都将成为未来中国反制美国的工具 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关注加评论 下期见